就很也很难过 也很痛心的跟他提出了分手 然后两个月前 我和他又一次重逢了 当时是我和我那会儿的那个男朋友在一起吃饭 你后来又找了是吧 对我后来找了一个男朋友叫袁庆 然后我当时跟男朋友吃饭的时候 我碰到杨阳 我发现他变化特别特别大 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变化 真的让我特别眼前一亮 所以他现在开了一家小公司 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也算是有自己的成就 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男人就真的是变了 真的是变得像我理想中的那个完美情人 然后我觉得我对他的那份气息 那份爱又重新的找回来了 所以我就跟当时我的男朋友提出了分手 那我想请问一下 他变好了你有功劳吗 变好我觉得是因为我 因为你啊 对 为什么 两年前我跟他分手的时候 他特别痛苦 他打了个电话跟我说 如果我不跟他复合的话 他就有什么自家的倾向 所以我就把他约出来 我就跟他说 除非有一天你真的能做到成长 你真的有责任心 你真的有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你在体面的回来找我 然后在上次我问他 你是因为我而改变的吗 他告诉我是的 那如果没有遇见洋洋的话 你还会跟原性在一起吗 我就是想找心中的那个完美情人 就是这样 我没觉得有什么就好像很恰意的样子 你心里很强大 我不行 我觉得我和原性 你就是说起这个分分合合的时候 你脸上很平静 就像在超市里面挑完这个挑那个 挑完这个再挑那个 我就这种感觉 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人不可以太贪婪 也不可以太自恋 有个成语叫建一丝千 知道吗 有可能是洋洋有给他再次相逢时候的暗示 我们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有可能是他让这个女孩又燃起了希望 又燃起了他心目当中 那个对他原来前男友的一点点的爱 其实他应该燃起嘛 他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了好吗 如果随随便便 谁都能这样燃起的话 那婚姻啊 什么爱情啊 道德啊 我们全可以扔了 他就是骑驴找马 就是吃了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你要不要就不是爱洋洋 装隔离了 有了小公司了 有点钱了 你才爱 这个可以完全不可以归咎于物质上的问题 我自己本身家里条件就还不错 而且我现在是有自己的工作 我就是想找心中的那个完美情人 就是这样 你追求那种完美情人根本就不存在 你看谁完美 比较一下 然后你就挑那完美的 这叫建一丝千 移情别恋 我们说一句非常实际的话 哪个女人不希望追求更高更强更好 而我们的这个亚兰呢 她心目中完美情人就是洋洋 但是她认为的完美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对不对 又高又帅又有钱 而且又要成文 又得懂事 又得有事业心 又得有上进心 这些不是最基本的要求 这个就已经完美到不已经存在了 每个人都会有缺点 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缺点 她有缺点 但是她的缺点当时那个阶段是致命的 比如说她没有上进心 是问 哪个女人允许自己的男人没有上进心 还有一点 你追求完美情人 请回答我的问题 我倒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觉得平平淡淡 重重融融才是真 是吧 如果每一个人都每天奋进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社会也不太正常 所以我能这么揣色吗 您的爱人是没有上进心的男人吗 我的爱人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我们过着平淡的生活 没有上进心和普通 不是一个概念 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很喜欢过平民的生活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很多圣女 为什么她会剩下 就是因为她总是见一丝千 这山望着那山高 其实亚兰心中追求的完美情人 不是关于袁庆 也不是关于阴阳 是她心中那个自己描述的画面 她在追求画面当中不断地迷失自己 什么袁庆阳阳 其实都是她的台阶而已 我们所说的逻辑问题是 你总是因为一个人的缺点而跟他分手 因为一个人的优点跟他结合 然后又一个人的缺点的改变 又跟他结合 这就好像成为了一种 成为一种什么呢 把自己当成一种买卖 这种买卖不是物质 而是对方的优点和缺点 实事是不是这样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你是因为洋洋而跟袁庆分的手 这就有问题 你不尊重袁庆 为什么你只要揪着袁庆不放 我们就是为袁庆打抱不平 怎么了 我就是不爱他了呀 不爱他还要跟他在一起吗 姑娘你是爱你心中那个自己画面 自己创造的一个完美形象 无论她是洋洋也好 袁庆也好 还是哪个庆 你是爱心中那个完美的那个概念 两年前 青刀女孩亚兰与杨洋原情相识 而后 情投意合的杨洋与亚兰相连 由于杨洋不求上进的生活态度 让亚兰最终失望 提出分手 等你实验有成以后 再找你 几个月后 亚兰接手了一直悄悄按摩她的原情 可是随着了解的深入 原情能用了不懂的生活情调 让亚兰的原情渐渐心灰意 前不久 亚兰和原情约会是偶遇洋洋 之前不安事事的洋洋 现在已经会变得成熟稳重 并且事业小有成就 亚兰心底的爱心之火 被杨洋再次变扬 亚兰与自己追寻多年的梦中完美爱人 终于现身 随后便与原庆提出了分手 今天亚兰来到节目现场 要跟心中的完美情人杨洋大胆告白 那么 曾经被亚兰抛弃的杨洋 会来到节目现场 接手他的告白吗 我想问一下你 心目当中的完美情人是什么样 高大 帅气 有自己的事业 谁有 他们俩谁有 都有 谁好一点 杨洋 你确定她是单身吗 确定 那如果她有女友呢 她没有女朋友 我问她了 我亲口问她了 对 去吧 我问一下你啊 如果杨洋今天不来 你怎么办 她因为我而变成现在这样 因为我的一句话变成这样 她怎么能不来 问题就出在这儿 听什么你说你能你就能 你说你不能你就不能 你来你就来 你不来你就不来呢 她今天就不来你怎么样 她一定会来 如果她来了说她不爱你呢 不会 不会是吧 还是不会 我想象不到 哎呀 一个人要是太过自信 就死到临头了 如果她真的能呀 那 那她爱谁呀 如果杨洋和袁庆都来 杨洋说 袁庆 她 她怎么可能来 我也没有告诉她 我要过来呀 这个门很神奇的 总有人会经常主动 找到我们 懂吧 你别开玩笑了 他们俩又是朋友 如果袁庆和杨洋都来了 杨洋说 虽然你激励了她 有她今天的成就 但是呢 她已经有女朋友 而袁庆说 她还愿意原谅你 继续跟你在一起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首先这件事情 不可能发生 因为我之前 我亲口向杨洋证实过 我问她 你有没有女朋友 杨洋她亲口告诉我 她摇着头告诉我 没有 我只是跟你猜测一下 好吧 来让我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安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来干嘛 老长来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 叫袁庆 久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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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个手 握个手 我刚才一直为了你在这 哎呀 这喉咙都哑了 你知道 现在 算是哑拉的男朋友 你是谁男朋友 你是说你是他的男朋友 算是吧 为什么叫算是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你把话说明白好吗 他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 凭什么呀 我们俩已经分手了 他说分手嘞 为什么你说还是 因为我不想和他分手 我还想他留在我身边 你不想分就可以 就可以不分吗 我们现在说明白了好不好 我现在不好奇这个 我不好奇中间这位女孩子是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竹子 我是洋洋的女朋友 谁的女朋友 我是洋洋的女朋友 洋洋的女朋友 对 你觉得很可笑吗 你什么意思呀 他真的是洋洋的女朋友 我跟大家讲 他之前就有 就有跟我说 跟我打电话 说洋洋有女朋友 但是被我骂了一遍 他就不非是想跟我在一块吗 都是真的 他真的是洋洋的女朋友 我真的是洋洋的女朋友 我真的是洋洋女朋友 你谁啊 不是 你能不能冷静一下 我今天 我现在很冷静好不好 是你自己不信 我在底下是和你说过吧 洋洋他不爱你 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他怎么会不爱我 他爱你吗 你知道吗 洋洋亲口告诉过我 他没有女朋友 他亲口跟我说了 你知道吗 就在上次吃饭的时候 他跟我说了 我觉得很可笑 你们来这个舞台干嘛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 原庆你干嘛带着洋洋的女朋友来 因为我私底下和亚兰说过 我说洋洋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可是亚兰不信 他非要来这 我没办法 就把他带来了 我今天来 其实主要目的就是 我不想亚兰再这么执迷不悟 这么自己 谁执迷不悟呀 我觉得原庆他是真的爱亚兰 他拜托我过来 帮亚兰跟亚兰说一下 就是证明一下 我跟你没可能了 你还要我再说多少遍 我跟你没可能了 你们真的不可能在一起了 为什么不可能在一起 他爱的是我 你怎么就知道 他爱你的他 能找女朋友吗 他跟我说 亲口跟我说 他没有女朋友的 好吗 你觉得他会骗我 他为什么要骗我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洋洋一会上来了 直接把他领走 或者直接拒绝你 你怎么办 你不觉得丢人吗 不可能 你说你是洋洋的女朋友 对 何以为证 我来到现场 我为了他来 我就是证明 洋洋知道你来了 洋洋他肯定知道我来 他今天陪我一起过来的 洋洋也来了 他来了 那我问一下 你还要坚持要洋洋上来 对 如果洋洋上来了 真的如他们所料 那你真的很难收场 不可能 你以为 傅老师你不了解他 原浅 你为什么一直这么执迷不悟呢 是谁执迷不悟啊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看他来了会怎么说 你看他是把他牵走 还是把你牵走 这个男人是真的爱洋洋的 他到这会儿来 还在为他 待会儿会不会 没面子考虑啊 为什么所有人 不敢相信我 不不不不不 我们一直在 试图为你考虑 他没有你朋友 那就让洋洋来说嘛 他告诉我 他一切都是为了我才这样 那你要不要开门吗 我要 真的要 对 那你去吧 我再休息地问你一次 真的要开啊 对 无论什么结果 对 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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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女朋友 你不是告诉我 你今后告诉我 你没女朋友的 你不是想跟我说的 杨兰她真的是我的女朋友 你为什么告诉我 你没有女朋友 杨兰说清楚 为什么这开始嫌要说自己没女朋友 你为什么告诉我 你没有女朋友 你要是告诉我了 我也不会来这儿丢人现眼 你告诉我 真的很对不起 杨兰 我当时我 我也不知怎么 脑子一热吧 她突然得到了前女友 这种认可以后 她自己内心的一种 对自我的一种安慰 是她关于被你甩掉以后 她心里一直有一种情绪 一直没有过去 看到你的前女友 又这样的热心的到你跟前来 你那份感觉 好像又被认可的时候 你心里有安慰了 你又证明自己是可以的了 所以你在过程中 你那个脑子一热 实际上你心里边那个 自卑 从自卑感到有点自信感的 那个过程 是这样吗 算是 真的很对不起亚兰 我当时我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你骗人 那么我再问一下杨阳 你怎么可以 你要不要接受亚兰的告白 她今天来是向你告白的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告白是吗 我的心里已经没有 而且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们在一起真的已经一年多了 没有再骗你了 你骗我 你天天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跟我说你爱我 杨阳 你别气了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冷 你跟我在一起 你跟我说 你好跟我在一起 你现在接受这个事实 你现在和杨阳已经结束了 杨阳冷静 我在这个舞台上我容易吗 我那么要杀的一个人 你要接受现实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有懂得信息身边的人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当时没有说确实是因为我的错 但是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了 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两年多了 我希望你爱你爱我 我希望你能放下这段过去 所以你没有要跟我说 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两年多了 杨阳 我希望你 我从来没有不爱你 我已经不爱你了 杨阳我觉得你应该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 我现在 我没有不爱你 你们两个已经结束了 亚兰 今天 我能说的能做的 你还说什么呀 你带着你的女朋友离开呗 我跟亚兰说几句话 我跟亚兰说几句话 你干嘛要来伤害我呀 亚兰 你不走 亚兰 我今天能说的能做的 也就只有这些 你能好好听一下吗亚兰 你干嘛要来伤害我呀 我希望 我现在已经找到我自己的幸福了 我希望你能 不要走到曾经在你自己的世界里 好吗 杨庆他是爱你的 我希望你能认清一下杨庆对你的爱 他对你的感情 可能我以前在你眼中 贪玩 如何如何是好 但我这两年可能也是有些变化 但是我现在还是依然会是在 我还是会看篮球 我还是会通宵打游戏你知道吗 我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 我这么 亚兰 我希望你能看清楚 两个人在一起的根本是什么 我现在我和竹子 他很能包容我 我不想听 你走 杨庆他对你真的很好 我希望你能 你能接受杨庆他对你的这份爱 我爱一个人有错吗 我觉得一个女孩如果有一个男生 他愿意为你站在这个舞台上 你觉得应该接受他 你们走 我希望你们好好把握住你的幸福 也希望 你能祝福我和竹子吧 你走 你们走 不要 对不起啊 你们让我来救人吗 庭潘 你们让我来救过 你们把你打救出去 他们叫快 我可… 去你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图让亚兰放下旧情 与原庆好好生活 而亚兰在明白这一切后 能否放下自己任性的冲动 亚兰和原庆之间尴尬的恋情 又将何取何从 你看见了 他不可能带你走了 他已经走了 他领了是他的女朋友 你们为什么要我去回来骗我 都是可以留点时间的 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想跟他告白是吧 我说什么要骗我 我不都是真心爱一个人 亚兰 你愿意接受原庆的告白吗 我先站在这儿 亚兰 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能转过来吗 亚兰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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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最懂你 你心里啊 一直有亚兰 但现在呢 你尝到了一个什么自己那样的苦果呢 当时你怎么甩的亚兰 亚兰当时被你甩的感受就是你现在 但是我没有骗他 我还是爱他 我是因为看不到未来 我是非逼无奈 我才跟他分手 不能跟一个无所知之的人在一起 我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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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了 亚兰走的时候说了一段话 你可能没听太清 亚兰说 其实我跟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你和竹子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 竹子包容他的这些你所谓的不上进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 同样是两个男人 亚兰不能够包容你的缺点 他跟竹子走了 而圆庆能够包容你的缺点 那你到底选择哪个男人呢 包容就一定是爱吗 那你 您好就要接受吗 你连包容都没有 那还叫爱吗 爱之后才可以 才包容 所以像你这样的人是万万不懂什么叫包容的 我当然不希望你一定跟圆庆在一块儿啊 但是我觉得你有必要尊重圆庆 说出他自己内心想说的话 好吧 反正你爱听不听吧 也不需要通过你允许不允许了 我允许他说 好吧 接下来是圆庆的告白时间 还没办法 帮呆庆的告白时间 我发不出它 还有 grenade 魔鬼 罢元 拿楼 Persone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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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